IT全报报新奇酷信早知道 近日有媒体泄露了AMD7nm NAMI核心显卡的PCB电路版实物图 并称AMD已经下达了订单 说明新卡已经进入投产阶段 距离发布也越来越近了 NAMI显卡将采用GDDR6显存单面8颗 因此容量可能是8GB或16GB 这也是AMD首款使用GDDR6的显卡 同时还有8项供电电路双8帧辅助供电接口 根据此前消息 NAMI显卡的显存位宽是256bit 等效频率12.8GBPS 可提供410GB每秒的带宽 超过GTX1080 320GB每秒 整卡功耗150W 但这样的话双8帧供电可就太夸张了 目前可以完全确认的是 NAMI显卡将接替Polaris 定位主流市场而非高端发烧领域 将会引入VEGA架构上的流式传输光扇器 不过这一代NAMI底层架构 依然隶属于GCN核心频率大约1.87Hz 性能上线于RXVEGA56和GTX1080之间 可能会在台北电脑展或6月中下旬发布 既然是定位主流市场 必然会尽量压低价格 NAMI时有可能是259美元左右 这个价格是不是让人有种想喊yes的冲动呢 要知道GTX1080可是要549美元呢 GTXX GTX1991 GTX sled